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78集 一位朋友传他的基金投资明细给我 问我要怎么做转换 他买的这三支都是联博非投资等级债南非币月配息 也就是以前的高收益债 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垃圾债 后来才改成非投资等级债 上面这支是2014年9月买的 放到现在已经超过8年了 当初投资了10万本金 现在剩下3万2 中间这支也是那时候买的 放8年 当初投资的本金20万 现在剩下6万3 下面这一支是2015年买的 放到现在也将近8年 当初投资的本金12万 现在剩下4万1 这三支放8年 账上损失将近70% 把这8年的配息加进去 加上南非币的贬值 他还是赔钱 这8年他不但做白工还亏损 买这支的结果变这样 那不如当初放定存就好 账上亏损这么多 你再放10年20年 他会涨回来吗 我觉得就算再放100年 可能也很难涨回来 现在是凌晨0.51分 昨天美股开高 最后跌下来 今天美股又大跌 下跌原因都同一个 就是联准会暗示 2024年才会开始降息 我觉得这种利空 不会跌太多天 而且下跌 不是正好可以买到低点吗 之前涨一波 现在跌一下也还好吧 我还是觉得美股大跌 是逢低买进的机会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